他们说的 我们聊的 都是你们最想玩的 刚知道的 才公布的 全是本周最热门的 欢迎收听机会网新闻节目 家丢new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周的家专news 大家好 我是习总播 大家好 我是龙马 我是老板 我是自事 对 娜迪亚不在的第二个礼拜 是的 有点想的 但是首先本周的第一个大新闻就是恭喜娜迪亚出院了 是的 对 这一周天天看大家分享刚入日记 对 然后感觉一代文豪在咱办公室有点可惜 这个阅读量没有放到本站实在是可惜了 是 回头跟他说说 把这个 当做一个活着 可以 我觉得可以 希望他能尽快康复 早点回来 然后我们这一周的新闻还是跟大家稍微盘点一下 其实这一周时间上有些许尴尬 因为中间经历了一个圣诞节 没错 所以西方很多游记厂商能不放这个新闻就不放了 能休息就休息了 能不干了就不干 对 所以这周的事比较碎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先说一个本周五的新闻 就是今天的 血污在Kickstarter上更新了一篇日志 这日志 很直接就说我们把麦克林约克斯操作系统的 这个版本给取消了 对 但是别着急 我们这游戏还在做 然后有条不文 是 与此同时 之前参加众筹 选择了这两个操作系统版本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们 换一个平台 还不能退 我看他的文章里边没说退款 没说退的事 对 就说通过邮件联系我们 因为你众筹的项目是还在 是 这个只不过就是你众筹完了之后 你到时候会给你游戏吗 你选哪个 是 对吧 那只不过现在就是少了两个选项 如果你选了那个的 还是你要选别的 这个跟Toolstid还两回事 对 这还剩 剩媒体这卖了 这个问题 这个评估 那可不一定 这剩多长时间 我是说这个评估应该是项目开始时候 要做好这个评估 你到底能不能做这个全平台 是 不能做 不要说 但你看之前其实他们也突然取消过PSV版 对 是 取消过VU版 是 所以只能借用42的一句名言 祝开发顺利 是 对这个确实不太好说了 这个你取消VU版 就当时时代更替 这个当时还算是能理解一点点 这个林的他公布的方式很近了 对吧 对 他说明天卖 是 而且延期都延了两次还是三次 是 谁知道 反正希望最后 能顺利卖出来 对 能顺利卖出来 对 然后再往下是周四 没记错的话是周四 应该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就是这个克里夫弊 之前的战争机器系列制作人 后来去 后来这个算是Boskey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做了一个不声不响的内吃鸡游戏 在Steam上反正也不咋地 是 对 就这么一个大哥 然后他的下一次这个工作目标转移到了白老汇 喝 跨界了 非常的跨界 他担任一个歌剧叫做Hades Town的联合制作人 然后还在推特上做了一波预热 说我下一个项目 就是这事 请大家支持 好 可以 感觉大哥也不知道这个才华到底还有多少 对 希望他能在新的领域绽放 其实现在不太好说 行吧 然后再有 是12月底了 所以SVOS Live和PS Plus会员的内容都公布了 SVOS Live这个金会员下个月的免费游戏 分别是蔚蓝 然后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6 然后360的向下兼容游戏 有一个是劳拉克劳福和光之守护者 光明守护者应该是最早的那个 对 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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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设计游戏的第一座 第二座是奥西里斯 对 然后这第一座其实还挺有意思 是的 然后顺序 我应该没说错 对 我印象中也是先光明守护者 对 然后第二个这个线下兼容的游戏是Far Cry 2 对 这个时候好像还没在预遇期下 是吧 对 Far Cry 2的时候好像还没有 3的时候才是 可能我记错了 但如果这个知道的话可以纪正 可以查证一下 然后另外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免费的档期 因为是不一样的 蔚蓝是全月 然后拉利是1月16到2月15 然后劳拉是1月的1号到1月15 然后Far Cry 2是1月的16到1月的31 它等于就是分成了不同的时段来提供给玩家 然后港服Plus 就是PS4的港服Plus会员那边 送的是全境封锁和极限巅峰 谢谢 谢谢预避 是 然后另外请大家期待 我们大概是下个月可能会有一些预避相关的体验和采访的活动 对 话说Steve都送了 Steve都送了 可以 是 这个游戏Nadia赞不绝口 其实我非常喜欢 是吗 你也玩 玩啊 我玩Steam版本的 是吗 对 可以啊 Nadia就说这个游戏特别的浪漫 是 尤其就是说你穿废乳装撞死100次 对 可以 然后再下一个新闻呢 感谢老白 第一时间和Deep Silver进行了一个确认是关于地铁 地铁新作呢 官方现在是确认了这个游戏会有中文版本 好啊 但是呢 就是可能不是在手法期间直接上的 他说后来在那个推特上讲说是 iSports发售的首日会有一个当日的首日补丁 他后来在推特上确认 对对 包括中文的内容 好 也就是说在发售当天玩家是可以更新到的 对对对 回头我们可以再跟进一下看官方 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 比如说类似于官方的新闻通稿这种东西 是 直接上这个俄文语音中文字幕 感觉很嗨 对 而且 对 而且就是地铁这个系列 你用英用 就是说英文语音去玩的话 这个就不对 这是不对的 分就是不行 对 可以 然后再往下说 再往下说 就是这个新闻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 就是之前咱们也聊过Infiltration的这个事 他之前不是停赛了吗 对 停赛 反正也有他自己的意愿 然后卡普这边其实当时也有一个态度 就是说 这个那既然因为有相关的这一些 可能你个人家庭事务的这个争议性的问题 那确实就先进赛 对 然后如果再犯的话 那就终身你就不能再参与CBT这个事了 是 然后呢 最近两天 有个事实在推特上说 这个 感谢很多朋友们的帮助 我收集到了一些证据 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知道一些真相 哇 是 大瓜 对 但这种事其实说白了 就是 罗生门 你谁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对 而且这个家务事 对 清官难断家务事 没法判断这个事 特别难说 总之就是这个事件 因为引起了很多就是关联的一些行业 或者说机构的重视 所以现在 他的这个状态很尴尬 是 因为日常其实就包括街霸前一阵 更新了第一次赛季之后 其实大家也能在网上看见不少视频 他自己在家现在就是练着玩呢 是 对 你说作为一个 其实之前有着很不错成绩的一个 咱们就叫他电竞选手吧 职业选手 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尴尬 放假 是 就放一大长假 其实就好 有时候是从国族被开除了 然后球场跟人踢野球去了 是 而且其实能看到就是其他的一些选手 不管是日本的 还是可能其他地区的一些选手 他没有办法给他说什么 但是他在发表一些声明的时候 可能别人会转一下 对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是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本身涉及的 就是社会反响 他对于职业选手 毕竟舆论在这 对 他对于职业选手来讲 可能是个舆论炸弹 你碰也不是 然后不碰也不是 好也都一口谈停赛一年 是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毕竟有法律在这 咱不说这个事本身是说谁的责任更大 但如果你的行为确实有触及法律的地方 那我觉得是该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家暴和你家暴事 谁对谁错 这是两回事 如果你就是当时 别管是说 就是有暴力行为 你本身有多委屈 但你确实做了某些行为 那这个咱们有一说一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 这个是法治社会 还是我们应该有这个意识 是的 不过就他本人来讲 确实是我觉得首先最后赞助这方面有些影响 我倒是觉得他这么多年来 我倒不担心他对他竞技状态有太大影响 这个东西你就是这一年 其实他可以保证一定的训练量什么的 我觉得不是下滑的太明显 因为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很奇特的选手 就是之前有这 他也是淡出过一段 回去就是用直头发什么的 直头发文媒 对 然后结婚什么 整个这些事 他那段时间就已经是淡出了一段了 但回来之后状态起好 没有觉得说他离开一段之后 要回来要适应 回来动场还跳舞 主要是担心他赞助这一块 因为其实街霸这块本来就是 大家都要靠赞助商伙 奖金这个东西你跟落落什么刀打还是比不了 没错 希望不要影响他在职业生涯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这事咱们就看慢慢后面怎么发展 然后再往下有一个新闻 还挺值得高兴的 就是之前咱们在这个广州 在这个厦门合约边上 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蔚蓝这个游戏 是的 然后最近官方也说 我们这个游戏销量突破了50万 恭喜 然后同时制作人也说了 明年我们在家更难的关 牛逼 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事 就是因为他们也和发行商合作了 所以这个游戏其实是在1月1号会发一个实体版 这个真的很实体版 然后同时还有限定版会加入一些附赠的商品 是的 之前广州合约边的时候赶上空洞骑士发行商跑路的实体版 实际上没了 咱还在现场 经了 你还说这事 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 感觉这几个游戏很值得出实体版 没错 实体版是对应PS4和NS 不知道国内到时候能不能抢到 是 不多 然后另外SOS One的用户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金会员 1月免费 也是可以直接玩的 然后再往下有一个新闻 是这个勇者斗奥龙 11的NS版 在这一周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新的预告 对 然后我觉得主要的变动是在于加入了角色配音 然后是2019年会发售 这个其实之前官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沉默 是关于NS 会莫入身 是 但肯定有 说过有 当时也是 采访了好几次了 那是也肯定得有 每次都干 我说肯定有 续换4肯定有 然后就等吧 19年 而且最近略慢 创世小玩家 2也卖了 相当不错 然后中文版会稍微延迟一下 1月份卖 谷歌那天还跟我说 说玩这创世小玩家太耽误事 我最喜欢这种 特好 我觉得这一类游戏的 怎么说能否让人沉迷的一大原因 它其中的一个大的环节就在于 你自己有没有主观的意愿 在里边去创造 并且去选项 而且DQB还不完全是 DQB有很强的玩的主线 它有一个游戏机制在引荡 它还不像那种纯的 它跟Mancraft还略有不同 所以非常好 日本人做这个游戏 它还很注重 它还是个玩 传统那部分 没错 所以可能可以尝试 非常期待 非常就到中文了 好嘞 然后为什么这一期的新闻节目有老白 是因为 别这样 又到了我的环节了 是因为下面这个新闻 就是关于辐射76 别在斯达说了 又傻的了 好事 先说个好事 好消息 2018年内 应该是 2018年内 所有 所有买了辐射76的玩家 会赠送 我得到全顿退款 我太希望有这个 会赠送给它 辐射经典合集包 辐射经典合集包 包含三款游戏 辐射1 辐射2 和辐射战略版 和他还知道有这个 行 对 因为刚开始 他说是对应PC玩家 但后来可能觉得不太合适 那肯定不合适 辐射1 2 他能卖 对 现在所有辐射冠名版权 都在他这 有本是你重置 主机上战略版 但现在送的 是不是还是在PC上 对 但是我现在这个事 我有一点没搞明白 就是他怎么在PS4和SBOT上 送辐射1和2 我觉得顶多是通过购买凭证 给你发邮件 发一个PC版的码 对 说到你不还是送PC版吗 对 你真是不 行 就我看了这个操作的时候 我就已经无语了 我就怀疑就是76可能是惹了哪个邪神 或者是感觉挽回口碑的方式非常土味 这个不是都 我觉得这都不是说挽回口碑 就是说这个人失心疯了 就是这种行为能挽回口碑吗 我怎么不知道 这是何种的思路 我现在都已经不想在网站上发76相关新闻 就每天我看完之后自己微微一笑就完事了 但是他们确实为新闻贡献了不少量 那不行得发 你光你微微一笑 我们也得乐 我们也想笑 而且最近 拿烟的手微微颤抖 对 辐射76 这个毕设还有一个负面新闻 请讲 就是说那些用了一些优化MOD的玩家 惨遭封号之后 然后 这我听说了 对 我可以给你剪 你给我提一个小论文 论述 使用MOD的影响 我真是震惊了 非要是 非要是 今天年底给我太多惊喜 太牛逼 真的就跟翻花神 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有来源吗 我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首先它的封禁不只是针对MOD 它是针对 它主要的目的还是针对作弊玩家 不公平 不公平游戏 对 修改数据什么的 但是问题是在于 就是说 B社技术力 真的非常高级 非常高级 一刀切 它怎么去判断 就是你作弊了 它会扫描你的存储设备 然后如果你硬盘里边有CE 就是Cheat Engine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单机修改的 这样的一个 那这肯定作弊 不 如果我发现在你的PC里边 有CheatEngine.ese 那你就作弊了 问题是我用这个工具 我也不是改你游戏的 我改别的单机游戏行不行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一个大佬 一样走在路上 突然被人摁在地上 你身上带着强奸工具 对 就这个意思 完了之后 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 差不多 那个意思 我工具做案的话 我可以做别的案 对吗 我也没害上你 好 然后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使用Mode来修改游戏 包括就是说外形材质等等这些 它会对游戏完整进行校验 如果说校验不对的话 你这死有问题 我就把你疯了 疯完之后 人们表示说你呀有病吧 直接疯是吗 对 就直接把你账号办了 而且它是个网游 对 它是个网游 然后就人们就表示说 我他妈看到什么 跟你给我提供我游戏内容 有什么正相关吗 而且你看你提供那头史 很多时候都是改改材质 对 实际上是有这种 就是利用Mode 然后找到游戏中那些漏洞 其实可以 不是 你找他漏洞还用Mode 那倒是 因为这个事 确实有 在魔兽的时候原来有 魔兽世界也有 对 然后就是 对 然后就是B社开始 就是给被封的玩家 发这个通知邮件 发完之后 就是社区反弹比较强烈 我们之前录节目说过 就B社对于社区的 这个态度 一直是就非常欢喜 这个就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态度 然后之后 还挺积极的 对 然后他们觉得就是说 这样好像 对于就是76 现在已有的这些玩家来讲 就有点问题 然后又补了一方邮件 补的邮件内容是什么 如果您想对这个账号封建提出申诉 就是我只是用了一点Mode 我没有干涉游戏正常的运行 那么我们会很乐意收到一篇 这个题目是 为什么使用第三方作弊软件 对于在线游戏社区是有害的 对 这样的一个主题文章 Why Modes are bad 对 就是说 就从闭设角度来讲 谁能说这句都 这是一个 你变斯达都不能说 对 就是从闭设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坏事变好事 把一次封建行动 变成了一次真文活动 对不起 我真的 我真的 这里面我都想不出来 是不是跟变戏法似的 对 这个方法 我再给你来一个这样的 对 就这个运营的这个水平就已经突破晕销了 你知道吧 我是连续的 有生之年 我没想到就是一个社区中这么运营 连续姿势 不同姿势的 不由自主的想大喊一声 好 这个什么 壮士好手段 对 真的有点浮 完了之后 就是可以 还可以尽此机会 看看各国的检讨书的这个格式有什么不同 对 对 真的太 太帅了 太帅了 特别像什么 后现代主义 这篇新闻是12月26号 GameInformer发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截图的时候 我以为是假的 我也以为是假的 对 震惊了 震惊了 对 然后后来我连看Polygon都发了 对 小学老 不是 小学老师现在都知道微信直接联系家长了 都不用检讨出那么low逼的方式了 太 最后还得签字 是 你监护人还得签字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担心玩家社区会发起一个集体写论文的活动 差不多 而且就是说 包括说Mode制作者会出什么花样 这个事不敢保证 比如说就是检讨出生成器 什么玩意的 对 类似这种 Mode为什么有害 就是BTS杂本身 这个答案 没有Mode 这傻逼公司早就没了 多好 你说 你不能说这么清楚 对 我们新闻节目一般都比较low的 但这个实在是 实在是我 这个操作真的是让人窒息 实在是夸张 非常窒息 而且就是说 就是话说回来 就是说我这两天 又把福射4下回来了 一笔 然后我打上200个Mode 我这一玩 哎呀斯般顺滑 太开心了 就我收回以前 就喷福射4那些话 还是过个好久 都是测量 心情进入绝境了 你知道吗 正经的说 一般这种情况 你先警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无法 我们在就说明了 我们在技术端 却是无法百分之百的分辨 你是获利了 还是只是提升游戏体验 所以你就别用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为了保证游戏的公平性 在几号之后 如果你再继续使用 我们无法保证你的账号 还能继续用 对吧 你告诉一声 这个到时候你在封 还继续用的人 你在封 你也有理 对吧 这个是正常操作 比如说阿兴的话 它是对于GTOL 对GTOL 它是对于初次的使用作弊 检测出来之后 封建15天 包括全球封锁 就是预避的社区也是这样 主要是阿兴公示过 他们对于MOD的态度 对 但是你又不能 对 他们也公示过 就是我战8 做了战2 还管你要钱 对 这事也公示过 你没在Curation Club里 这是他们的态度 真牛逼 是 而且我实话实说 我觉得BestR 在做辐射76的时候 没有释放他 做一个RPG老场的设计能力 不 我现在跟你讲 就是说76 到了差不多100小时之后 我就可以判断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 就是奥斯汀 就是主作76的工作室 他对于引擎来讲的话 甚至都没有理解 我只能这么说 大家可能记得 76还没出的时候 我对他的一个期待 是说用些强RPG的机制 传统网游的机制 把一个比较死板的 挖洞和生存的游戏盘活了 你太天真了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他告诉你游戏里没有NPC 其实他用实体叙事 这个想法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问题上没做 就是NPC 有没有NPC 这个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是的 对 就包括说他的叙事方式 他的就是文文表现 他的故事结构 整个剧情 这些东西 现在面对这个游戏 本身来讲都不重要 这个游戏出问题的是底层 底层机制上有问题 他玩起来不是一个合格的游戏 这也最简单了 我们这没玩游戏的 就专门 这咱说瓜这事吧 是 给我们带来挺多的欢乐 主要是有点震惊 2018年 这种操作 确实很令人震惊 我现在还没有 他有点赌气的感觉 就是要跟你们对着干 但是这两个新闻 是这两天连着出的 你们不是他怼我吗 他不是赌气了 你知道吧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就是说一些睿智操作 我们就琢磨 就是说 这是装傻还是真傻 这很明显是属于后者 因为我觉得 其实今年下半年 我们之前聊过 今年下半年 欧美大厂连续 连续崴脚 挨个来 我们开始猜下一个是谁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些 很传统的老牌的PR错误 传统崴法 对对玩家 反应不当 或者说是对于新媒体时代的 玩家反应 预料不及 对社交媒体一代 没什么概念 都是这种 那没有 但是这种 就翻花绳一样 就主动往粪坑里扔炮上的 我是投资件 稍微有点远 但我觉得 大厂商 你总有做出坏游戏那一天 是 或者说 搂着点说 你总有做出一个 让大家失望的游戏的 可能这游戏 原则上说它不是特别坏的烂的游戏 但是你因为你是大公司 有个品牌在 你像暴雪或者什么 它的游戏可能不烂 但是我们对它期望更高 低于预期了 大品牌 你总会做出一个 让大家失望的游戏的 你总得有个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 PR的效果就出来了 你不懂因为一个产品 就打像他们那节目说的 人设崩了 或者是出现这种 公司疯了 这个是公司疯了 这个就不合适了 你七六七十死就死 无所谓的对吧 谁还没做两个浪费游戏 你看我们讲说 做矮骡子的 出来混 做错事要认 挨打要占尾 这个就是挨打 还摆出各种花样来 你知道吗 来打 没打过这 往这来 咱就看官方下一步的行动 眼瞅着 元旦就要到了 希望辐射七六运营顺利 谢谢 然后再有是本周四的时候 任天堂的第二期独立世界 应该是面向日本本土玩家的一个 视频节目 其实就是独立游戏混检 放出来了 然后这里边其实公开了很多 是在日趋 还没上 新上了 对 我的是日服玩家 翘首以判的游戏 Into the Bridge 其实是日本地区发行 公共发售日 正式发行 还有一些新上架的小游戏 这边包括了很多 比如说Need Hog 2 Moonlighter 然后炸弹机 胡闹厨房2 还有大鹅 烈焰器 大鹅 大鹅那个还是挺好玩的 大鹅模拟器 爽哥牛逼 对 然后这一期独立世界的最后一个游戏 特别有意思 叫螃蟹打架 对 可以 其实之前也亮过一所 是 一哥跟我说 就大巴跟我说 其实之前在网上 见到过这个游戏的预告 然后这一次也是宣布登陆NS 然后游戏特别的胡闹 就是控制大螃蟹 互相锤 互相掐 然后能用武器 能用道具 特别是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独立世界第二期的片 其实里边 包含的游戏非常的多 我这个独立 这个节目人也能感受到 就是说 当你考虑日本 日本玩家群体的时候 他们对独立游戏的 整个的那种认知 就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就感觉 感觉这个说的好像是 去年或者是今年上的 有很多游戏的发行节奏不太一样 是的 就完全不一样 但日服也有一些 其他服也没有 也没有 我那天弄了一个游戏 叫Nianko大作战 好像是一个日本的手游改 还是怎么着的 反正看起来像手游 但是很诡异 它是一个 就是各式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猫 就是那种傻缺式的那种 我知道那个游戏 那游戏超火 应该是手游 900日元 大家有兴趣可以日服尝试一下 日服还有几款 可金游戏挺不错的 免费下载 然后里边是开饭馆 开拉面店什么的这种 我还之前也尝试过 其实反正注册账号又不要钱 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在 美服肯定是得有一个 然后日服也注册一个 因为就是两个人 可能会互通有无 看一些就是有可能会错过的游戏 特色的 是 然后再往下 咱们说一下怪物猎人世界 怪物猎人世界这次联动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预备来信 里提没提 联动了刺客信条 这么六p 这是泄露的 好像是 应该是今天已经上了 今天是28号了 然后上的是一身八页克的衣服 这也太厉害了 是 然后还有一些道具是能够 比如说你 就是加快你的隐蔽时间 加快你的隐蔽速度这种 然后同时还会有新任务 不知道1月1号的时候 官方会不会有一些其他动作 因为可能一些 比如节点性的节日 官方应该会有一些动作 可以 卡普空路得越来越野了 我说个更野的 就是怪物猎人的电影 这个也 但这个卡普空没什么关系 是 授权的官方电影 官方授权的怪物猎人电影 已经杀青了 拍摄时间 拍摄时间长达两个多月 是 对 长达两个多月 是这样 对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同志 在Instagram上 也分享了一下 拍完最后一个镜头 杀青石的喜悦 然后说 电影现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制作 比如说要加入大量的CGI 后期 对 希望后期顺利 过得吗 死不死 还能够下 十分期待里边的托尼甲 两个月 两个多月 对 两个多月也没多好法去 当然这里边 我不太清楚 他两个多月是完整的执行时间 还是什么 我觉得是执行时间 一般这种垃圾电影 也就拍摄周期了 他疯狂一点的 一个月 一个对四十个天能拍出来 长一点的三个月 确实是这样 吴维豹尔什么 雪莱都拍了一段时间 特好奇 他也有成本控制 对 所以你肯定得集中起来 他说的这个就是两个月时间 应该就是从进场开始算 应该是 应该是 到最后是一个镜头杀青 对 所有外景拍完 一般讲究点的电影 也就是拍八个月 七八个月 对 那也是大指数 战线很长的了 这三个月是一般这种 就是口水电影的 常规周期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 拍摄周期来 预计一下 它的拍摄场地 可能比较单一 他现在说明说上 院线上哪个院线 谁知道 这个太早了 是 我就是说担心最后 就是说他成片完之后 院线上不了 那应该不会 那指不定 不一定 有一些片子拍完之后 是只发DVD的 别 之前圣化危机 可都是进了剧院的 进了电影院的 那就看 或者说它是网发 也有可能 网发成本低的那种 也就丧尸围城 那种是成本极低 极低 对 CGI量挺大 挺麻烦 你说丧尸围城 还是怪略人 我说怪略人 怪略人 那就不好说了 咱们等成片 是 祝后期顺利 然后影视方面 还有几个小的新闻 比如说黑镜 黑镜应该是 今天放了一个 上新片的一个预告 但是大家还没有看 到时候看 下一周的反映怎么样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逃出决定队的 导演的一个新片 叫做我们 放出了一个正式版的预告 然后因为 可能还是比较早期的 这个选发 所以还不确定 这个片子里边 是不是有更多的这种 良心期待的成分在 对了 然后另外 有这方面 还有一个新闻 是1月4号的时候 大黄蜂会上 然后等大家 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其实应该已经 能在我们网站 看到一起专访了 对 大家自己来看就行 不要过多 我不想过多的介绍 这个事 采访大黄蜂 对 这么就明白 大家自己来看 然后 预币那边有来信吗 没有 这周的来信比较简单 内容 来请讲 内容实际上就是 庆祝寒假的 武力全开2019的 全新主题更新 已经放出了 主要是 这周主要是这个事 它是不是也有一个 圣诞主题 对 就是这个庆祝 圣诞假期的主题 所以差不多 就是这么一个事 所以大家跳舞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这个主题 什么样 就没了 对 这周是这一篇来信 文明也没有 是吧 这周文明居然没有更新 那咱家休息了 对 Holiday 像就是日本那边 厂商得第二周 才能上班 过元旦之后 对 那天老孙说 就是大概得休息两周 是 这么说 然后北美这边 应该就是因为赶上圣诞节 所以 圣诞节前一周到圣诞节之后 25号 一本到1月10号之后了 对 基本都写了 那我们这个新闻节目 有些尴尬 然后补一个国产游戏的 请讲 是这个泰晤会圈 泰晤会圈完成了 就是100万份销量 这么快 对 突破了 100万份 然后企业的这个人很骚 就是在公布喜讯讲 就是说 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我想了一会儿 就不由自主 写起了代码 好 对 然后就是他们 现在来讲的话 就更新的频次和更新量 也是 我之前是没见过哪游戏 就是说更新的这么频繁的 基本上就是三天 做一个大更新 这样 现在来讲的话和10月份 10月9月底 我们采访他们的时候的游戏来说的话 基本上系统已经就是说 大不一样 很多地方都已经大不一样 大变样 是 然后就是 但是对于茄子来讲的话 现在的游戏对于他说还是一个半产品 很多系统更新还在后边 上次他来我们办公室做客的时候 也说了说是要更新到明年年底 这样子差不多 好 对 要更新差不多整整一年 所以说对于这个游戏本身来讲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 对 然后新闻内容应该大概就是这些 另外就是最后再强调一下 我们会在1月中旬 上我们新的app的beta版 对 因为之前在厦门的 和一遍上的时候 也短暂的介绍了一番 到时候如果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提前下载好TestFlight 然后到时候可以申请参加测试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更多用户的参与 然后积极的给我们反馈一些你们的感想 不管是这个你遇到bug也好 还是说你认为可能在有些地方的设计 还有在商榷 或者有更好的想法 或者是设计 都可以 希望能够通过邮件 或者其他的方式 给我们一些反馈 对 也会积极的采纳这些意见 对 然后我们的GCOS工业 东品 是吧 Unit Zero的新的系列叫旅人中队 然后已经上线了 这是主要是以飞圈夹克为主题的各种设计 除了夹克之外 还有一个背包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 我不知道这节目上的时候 还能不能买着 反正就是请大家多多支持 是 时间上大概就是这样了 因为原来的节点 所以比较尴尬 我们的新闻数量确实不是特别的多 罗马这边应该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是吧 说一个吧 锐智操作 之二 就是街霸把他角色身上的广告去掉了 多好 这个当时也是挺震惊的 他给想到这么一个植入广告的 原来广告植入成什么样 这次更新之后 他出了一款新的服装 免费送了你一些角色的服装 然后那个服装名字叫广告 然后你选用之后 你就发现他就是初始服装 非常耿直 然后在上面加了一些广告logo 然后好像是会产生一些进入游戏的一些bug 就是你正常更新都完了 已经连上网了 然后进去之后他说他提示你要更新一套广告衣服 然后又跳回到标题外面 然后会出现一些的问题 但是这个方式也确实太那什么一点 这个操作确实锐质 因为他第四赛季其实是这么着 你要先在系统界面 进入软件之前先更 更完之后进游戏又热更新 热更新之后他又提示你说 我们新加了某个系统 在默认状态下 这个显示广告衣服是开启状态的 你要手动进入彩点给他关上才可以 所以可能导致很多玩家在默认开启的时候 遇见了一些问题 但他可能又不知道怎么关 导致的影响了游戏体验 感觉很烦 我是在进入热更之前 直接把那系统给关了 所以才没出现这个事 然后有一些内容可能暂时没有办法预告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关注一下 我们大概1月下半个月和2月初的时候 或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玩的内容 然后大概先这样 基本就这些的话 因为眼看着就要到元旦假期了 然后其实总结是真的不太像总结了 因为其实不管是在之前TJ的节目里边 还是大家在网站上也能看见 我们总会有各种的内容 想跟大家分享 电影的片单也有 然后游戏的列表也都做过 所以我就在这咱们就随便聊了 比如说元旦期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 或者有没有什么想玩的想看的什么的 有吗42 我想去把海王看 你还没看 还没下线 没下线 而且他延档了 还延期了 对 因为一直想看 然后别的就是在家玩游戏 因为这12月份有些独立游戏卖了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可能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的游戏都卖了 所以打算都玩一玩 比如说之前说过盼论 盼论沙漠风暴这个游戏 之前说11月份卖 但是延了一个月 然后最近也上了 还是还那样反正 但是就是很有意思 确实做到了他所谓的有拟针的度 就是很拟针 有些地方很拟针 但是又比如说敌果识别有一定的压力之类的 然后同时战场又够小 对抗又比较激烈 有没有那种磨磨叽叽的那个时候 所以挺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个游戏是波兰做的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好像这游戏 就是之前宣传宣伐的时候 我老看不上了 一年多了吧 对 从上一次我们看见官方的预告到现在 然后这上了也才三四个月 对 今天下半年是 这游戏其实相当不看好 我觉得特别奇怪 这游戏你坐着干嘛 然后上了之后 刚上的时候有很严重的问题 内存释放问题 优化问题特别严重 网络也有 其实网络问题现在也没太改好 但是这游戏味非常正 就是那种战地三的时候的 现在战争的节奏特别好 然后而且他你真的 他的你这个地方是 意思是这些人真的很懂 而且愿意把它做成玩法 就是他不是那种说啥样 就该啥样的那种设计 所以说就很好 比如说他有一些很有意思设计 就是因为防弹仪是个防弹板 所以导致这个游戏中打胸口的伤害 可能不如打到腿 打鼓鼓 或者打到头上 但是你又不能打到头盔上 这些他会好好的设计 然后他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东西对抗了双方的那些军备 从军装到各式各样的枪械 枪械有很好的改装 这些都做得非常的细致 这个制作团队是这个 范姆五妖 是个其实沉寂了很长时间的 一个伯兰团队 他在上一个 我怎么听过 对 他们上一个我知道的游戏 还是死灵幻象 就是一个一战题材 以某种程度上类似 能叫战争创伤 其实也不完全是 以战场幻觉 然后带一些一战的那种残酷性 在当时其实题材就挺歪的 死灵幻象主要就是一战之后 才有弹阵症这个事 就是广泛的被人们认知 然后以弹阵症 其实就是现在来讲PTSD 战后创伤 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延展题材 但想法怪 这个公司在做完范姆五妖之后 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 去给巫师三还是什么 打了下手 就是做这个辅助开发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 什么都没做 所以还有Pinkiller Pinkiller他们做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公司 然后这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近更新了TDM 也很好玩 而且他的 就是他那个占领的 这个大战场模式 他还融入了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 不一定恰当 就是他其实把COD的 那个战场奖励的机制 拉长节奏 揉进了这个模式里 然后让所有人 就是他把他的载具 和那个 就是现代的那种空军支援 那些很宏观的机制 揉到这里了 他有点类似那种 你死亡不会扣的那种 支援点数 然后只要任何人 在这个一局游戏里 磨的时间够长 他都可以召唤什么炮机 或者他可以召唤 这个侦察无人机 甚至是可以把 一些冷战时候的坦克之类的 都可以开出来 那也和你的贡献挂钩 是的 就是他一方面 就是他很重视 所谓的战场的战略性 另一方面 他又不会强制玩家 说以降低游戏 对抗节奏为代价 去缩减玩家的体验 只要你愿意玩 你还是能玩得很热闹 对抗又很激烈 这个游戏 说实话 越改越好的同时 这个是个很惊喜的作品 确实很好玩 在设计手感上也很好 所以这个游戏真是很出人意料的 不错 最近一直在玩 这是你的元旦计划 差不多是这样的 海王赶紧看了 看海王 老白有吗 测孩子 这是一方面 元旦结束了 对 测孩子之后元旦结束了 然后我前一阵 斯川跟我阿利 这个世界大战之后 我想找机会试一下 然后现在因为 你像我这种老年玩家 就进入一种修仙的状态 有时候会挖一些老游戏 然后模拟器 之类的东西去玩 然后最近发现 晚上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特别好 就是战争雷霆的历史模式 是这样的 开机之后 开场之后 直接开始爬 然后我就用这个时间 就去改稿 爬10分钟 爬个10分钟 10分钟 然后进入就是接火区域了 然后再切回来 三两下 对 三两下 再见 然后排下鱼 就 对 所以说 我可能就是说 在元旦期间 就看看这些 包括Steam 还有就是说 之前主阶段的一些老游戏 然后找一些 就是说过去 或者说是 在过去就被人忽略的东西 这样的 对 还是 我觉得还是说 挖掘旧时代的东西 就比较好玩一点 对 龙马有吗 其实这个Holiday 我买了很多游戏 自己发现了很多东西 Steam上 我买了 天国拯救 买了 然后也没时间玩 然后我还买了 龙女地下城 本哪个 原来接机的 Steam上有一个 20%打折 打得挺狠的 几十块钱 我就买了一套 然后NS上买了啥呢 沙加2的重置 沙加2买了一款 沙加2 然后Messenger又买了 那是好 对 然后Steam上 我还买了空洞骑士 在NS上买了 Steam上都忘了 自己都忘了 该买的了 总之你拿起什么都能玩 对 然后玩一会 然后 然后Pi4上 那什么又打折 低频线又打折 打特别狠 连DLC 就是那个完整版 是70几港币 好像 好 那很合适 感觉这些游戏都还可以 都不错 但是都很占用时间 对 都是特 就是拿起来有点 心情很沉重的这种感觉 最近事还挺多 欠了好多债 玩游戏的时候 心里也 心不塌 放下来 对 然后欠了好多账 DQ11还没打通 对 那有点远 P5已经泄彩 对 可以 对 我现在我只要看着 Steam上的 神界原罪2 我就愁 日子没法过了 挺玩的 神界原罪2 我第二个挡在精灵树那 就扔了 就扔了差不多100天了 现在游戏确实是花时间 都是好游戏 以上全部都是特别好的游戏 但是真的是 想花时间 未来往我都没玩 就好了 算了 我想说 我就别折磨自己了 而且 这上个月 其实我主要玩的内容 就是这边一挂着 然后那边把大罗诺打 一打一玩 大罗诺自从把人物打齐了之后 也就没再玩了 是吧 因为这个 听起来毫不冲突 对 这代大罗诺给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用 星光神话里的 帕鲁蒂娜 这个女神 那个人物 练了好久 但我觉得真的令人震惊 今天这么多游戏 巨杀时间 而且质量都齐高 没错 就是真的玩不过来 对 我劝大家不要去看网上 任何关于什么 大乱动新手教学的视频 看完你就不想玩了 对 你就别看 本来好好的一个游戏 你知道吗 非他妈有人要教我 一教我就不想玩了 你说是不是有病 那么愤怒的 大乱动这事 我还特意想说一下 我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 大乱动不可理解的 一个很重要原因 是他不可理解的简单 对 就是他输入有点 过于简单 反很多人对 对抗类游戏的一种 就格斗游戏 直觉 对 就是真的是思想 你一看指令 就这么点 对 然后当时打起来乱七八糟 不是 因为人们对于格斗游戏理解 就是说是操作越复杂 判断越准确 然后得到的回馈就越好 对 它是设计思路不太一样 是 每次跟别人 有人想玩的时候 都跟他说 你可以玩 然后你就搓 别问我 玩明白你也别问我 你就搓 就行 你先搓一年 我还买了个古剑奇谈3 对 古剑奇谈3我也买了 我还没来 我玩这个开头 昨晚回家看我媳妇 已经打听远了 但是有欲说一 古剑3这次做的是 我觉得是做得不错的 但我一进去城里就卡 它在城 特别腿灿 对 感觉高配达拉人 这给我卡的 高配达拉人 闪笑 磕金狗眼 对于古剑 因为我打穿了 对 因为就是说 古剑本身来讲 我一边打古剑一边改稿 那孩子是真的吗 你告诉我 你孩子是真实存在的孩子 是真实存在 他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他不烦我 不是很长是吗 他主线 就是古剑 古剑一般 就是主线长度一般 但是总体来讲的话 其实我认为就是给他一个 可以说是夸奖 就是说他知道 他在做的时候 真的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 是的 15 6个小时够吗 看你怎么玩 反正就是说支线来讲的话 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行 对 但我其实玩了一会儿 对他文本 感觉还是过于电视剧感觉 而且感觉受日本影响过深 很多 但是说实话 他这回做出来之后 我觉得离 就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可能我天生对什么仙侠 就有一定的偏见 我特讨厌仙侠 但是他你可以把它看作 就是里边的文本 对话什么 已经形成他的自己的一种模式 仙侠就这样 是吧 而且我觉得我收集的周围的一些 很喜欢玩这类游戏的玩家 对他的高评价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从以前的三件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对一作的仙侠游戏 就是满不满意的 一个很重要的评价点 甚至都不是故事本身讲多元 而是里面的人物要塑造的 是啊 如果他觉得这个没做好 他就平压不是特别好 有一点 我就引用于42的话 就是你玩了几小时后 你发现这个游戏是有个数的 这个游戏在当今中国 做3D RPG的游戏里 已经实属难得了 你玩几小时 你就知道 这个游戏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到时候 他是让你玩啥 你该怎么躲技能 然后怎么使技能 它是一套自洽的 你是玩这个 做的好不好 咱另说 这个是质量 咱们可以再考究 但是他这一套是合理的 对 总体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就古典3本身来讲 他就是整个团队 非常有自知之明 对 就是说自己的优势 能做的都做好 能做的都做好 而且基础做的很扎实 有没有缺点 肯定有缺点 但是就是说 我们不能就是这样去指责他 你缺点如何如何 你比国外大作如何如何 最起码就是说 他呈现的最终作品 完成度非常高 他就是能给 林德青 能给玩家带来一个坦率的认识 对 就很好 对 就是这里边就不得不再说一下 另一个 说到什么 说到什么 我就想到了 就是发售之后被口注笔划的河洛 对 河洛就是说 我坦率说 我没打完 对 但河洛的系统 包括就是说 他的整体内容 没有那么差 其实有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 他非常喜欢这个系统 就是被他的优化和运用 给拖累了 然后逼得实在是无法坚持下去 对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 这个东西 我就是说 可以坦率地讲 我当时打开河洛的时候 心凉半截 前一个小时就完全蒙了 怎么能做成这样 但是就是说 强行的玩了十个小时以后 发现比七六强多了 那当然了 就是这个系统简直良心 真的下行 包括就是说 事件 然后就是称号 武功 这些东西 还是很扎实的套路 但是他败就败在 他的特定的情况下 他特定的领域 没有临清 自己能使得压力 就是说 你打 比如说 如果这次 就是说河洛在引擎 或者说画面的方面 能收着点的话 就是不要给玩家 那么高的预期 对 就是我从画面 或者说从材质 从各方面的体验来讲 我能和 就是说谁谁比 如果不给这么高预期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被批评成这样 对 包括他为了要达成这样 所以强行的去做一些东西 明显在这个项目管理 和落实执行上 就是很吃力 对 很可惜 其实就是到临发售 那时候已经感觉 就是很紧 很紧 非常之紧 从无论从透露的消息来讲 还是从我们看到游戏的完成度来讲 就是呈现的这样一个状态很胶着 就是无论是团队也好 或者说是面对市场 面对玩家的声音也好 都是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非常可惜 对 你游戏 有一个有特异的特点 你看你电影或者是音乐 会有人写屏 但不会有人写册的 因为游戏它本质上 是一个电脑软件 计算机软件 你得自己来 这个计算机软件 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首先要可以稳定 运行 正常的运行 对 说太对了 然后我们再考虑说 软件是否好用 是否功能齐全 是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刚才听着就一瞬间 有动物世界的感觉 说起那个我就想到 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 别的 我的 我元旦应该还是继续伪蓝 说别的 说别的 伪蓝好 好 但是还有一个空洞骑士 我可能会将把它打通了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缺陷 我可能脑子的问题 我不记录 那完了 空洞骑士 你别这样 我玩所有的游戏 我全部记录 所以我特别依赖于游戏里边 就是打开地图 这个按键 我在达标课 刚开始玩的时候 就特别反感 因为打开地图要长 你玩这太痛苦了 空洞骑士记录 他每到一个新图 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地图 我就得反复的舔 我才能记住这个路 对 所有的游戏都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两战合一变上 我看羽毛玩 这BOSS战的挑战是真好 我后来重新评估了一下 我后来觉得 我之前说的游戏 有个地方不太对 他不是一个半小时有问题 他前期的 我还玩不玩了 垃圾时间 得有个两三个小时 得三个小时多 前期积累的时间太长 他前期积累 有段时间真的特别平 特别烦人 折磨死 好吧 那我考虑一下 但是你会很快的遇到 很好玩的杂兵杖 大型杂兵杖 还挺难的 然后这还不错 你越往后玩 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点一玩 豁然开朗 所以因此死亡细胞 我是不会碰 死亡细胞 那不用看地图 死亡细胞 我就怕那种 在每一个地方都感觉是新的 就是新的 然后没有回头路 对 不用有回头路 那我回头再试 就死命的往前折腾 行吧 然后电影 我可能会把蜘蛛侠看了 因为上周 实在没时间没看 特好 是你们都去了吗 我没去 有机会的话 通过节目 再跟大家分享 关于蜘蛛侠的一些体验 可以 是 以上就是我们四人元旦的 四人元旦 元旦好像 碧蜘蛛侠还能抽 这送的太大方 太爽了 一天到晚 就来了 每天不是二十年 这个就是好多好游戏都摆在我面前 都想要玩一下 天天都想分牌 然后感觉很累 不想动 主要就是这个 双汉飞机二闹的 我说那个 估计这些都能玩了 可以 眼看着到明年了 好货越来越多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抽出时间 把今年的债给还了 希望大家元旦快乐 咱们明年见了 明年见 各位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